這樣嗎?師傅 我聽你雖然沒有很直接地說 但我都已經感覺到你的懸愛之音 再加上我記得好像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 就是2020年的6月30號 再加上我記得好像前一兩天 其實特朗普自己都很罕有地 刑帝威就說我很大機會會輸的 不像她的性格 她都是一個很像財奧物的人 太子以為是 會不會是反映了一些原機 是有些危險的? 成人以來 11月頭就知道 在這裏看機會就沒有了 了解 我們錄影的今天我們大家都了解 香港有一些法例 準備生效 其實 外國或者美國為首 有一些相對的措施 就說要推出來 懲罰與不懲罰好 怎樣處理好 其實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原學的節目 我們不會去評價 但是我想問一下就是 在基於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看不看得到 可能特朗普始終的任期 都還有半年了 是吧? 即他會不會有些更加是 俗稱叫癡善的行為做出來呢? 真是 這個不奇 但是來講 無論怎樣做法 怎樣圍到中國也好 我們在原學來講 由於現在運走是中國的 而香港呢 它說怎樣封鎖 怎樣抵制香港也好 上兩集我已經講過 因為我們香港呢 在一個山環水泡 氣墜有情的地方 它是一個很好的風水谷來的 所以香港呢 是不會失去的 在原來裡面 在風水谷來的香港不會失去 最多這兩年呢 要小一點點 但是絕對不會有事出現的 不會有大事出現的 是 OK 即是 可能是一些示威 一些小小的問題 波折或者經濟 突然間有些人波幅 心情不漂亮 或者去移民 或者錢調走 這樣 這個絕對不用怕 知道 調了出去的那些都會回來 都會回來 這個是因為風水谷 我們不是談政治 政治我們不會看 但是跟香港的風水局 和整個中國的國運來講 是絕對不用怕的 是擔心的 OK 那我覺得呢 師傅呢 剛才講的 特朗普的一些命運的預測 我覺得其實都會有趣 八字這件事 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性格 原來這麼多事情 其實在影片的簡介下面 就有師傅的電話號碼 還有就是他的一個網站的link 可以click進去 或者馬上拿起你的電話 就隨時聯絡到陳根順師傅了 好嗎 謝謝 下一集再見 好的 謝謝